那我們現在呢 大家都已經就緒之後 我們就真的來開始用看看這個Focus Guide喔 那麼第一個呢 最重要的就是 有問一下 你用PowerPoint有沒有 沒有用範本的 你用PowerPoint有沒有沒有用範本的 就是我就開一個空白的白色就開始做了 通常那樣老師會跟你講 你最好下次不要再出現 怎麼這麼不認真有沒有 對不對 那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囉 到底Focus Guide有沒有很多 有沒有覺得範本看起來好像比較多一點 對不對 那除了呢你這樣看 後面這裡有沒有看到很多頁 再來從這邊看 有沒有幫你做好一些分門別類 我們看一下這裡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從左邊找 也可以從右邊這樣一個一個找都可以 那右上角那邊呢就有什麼 就有分頁 所以你如果預設是全部的 他就 你就一個一個看 等到呢找到你喜歡的 當然不要忘記啦 這一種的Pro的 你有看到有這個的 是付費的 不用點啦 點了也沒用啊 哈哈哈哈 好就看一看就好 所以你來這邊看一下 好比如說我到這邊來 好假設你想要這一個 或者哪一個 你就點一下 這個時候呢他會從網站上下載下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剛跟各位講說 他其實你用這個軟體 因為在本機上 第一次 原則上你還是要登錄網路 就是還是要網路 可是呢 因為他是有本機的一個軟體 所以會比我們在用 Prezi 就是完全靠雲端這樣來做 速度上會快很多 那麼如果你編輯過了 你不用上網就沒有關係 不用上網就沒有關係 這樣OK嗎 嘿 所以你這樣進來 那當然因為你選的範本 要看一下 就是每個範本有的比較大 有的比較小 那原則上呢你下載下來 應該不會太久啦 應該不會太久 那麼你在選好範本之後呢 先不要急 我這邊有把心法告訴你 先預覽一下 為什麼 因為你只看到封面啊 對不對 你還不知道他 新制度 就是那個簡報怎麼播放的 所以我通常會建議 就是先 預覽一下 看看他的一個流程 因為他等於都是一個完整的簡報 都完整的簡報 那再來就是 我們等一下會注意一下 中文字型的部分 要怎麼去解決一下 那我就先讓各位 你挑一個你喜歡的 你看我已經進來了 你會發現他一開始 會先會有一個導覽 有沒有 好那你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反正看不懂管他的 會用就好了 你不覺得按到左手邊 就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了嗎 左手邊如果不會的 今天應該不能來吧 對齁 這個準備好了 你也可以用這種預覽的 好 就我不要這樣看 我就直接 真正在什麼 簡報裡面這樣看 那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你看他的簡報 你光秀這樣給人家看 人家就覺得 你好認真喔 因為要把人畫出來就很難耶 對不對齁 好老師就說 嗯不錯不錯 結果你就跟老師說 你千萬不能跟他講 我只是選對軟體而已 你要跟他講 我做的一個禮拜都沒有睡覺 老師那我可以回家睡覺 你慢慢看嗎 哈哈哈哈 那他這個東西還有好處 有沒有發現有一支筆 泡泡有沒有筆 泡泡有人搖頭說沒有筆 很少用 很少用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說沒有筆 這樣就要打屁股了 所以他也有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是方便 我們在簡報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 你有需要做一些助記的 就可以像這樣 那你不需要的時候 你再把他關起來 這個地方把他關起來 就好了 有沒有發現筆記跟泡泡一樣還是會留著嗎 真的不需要的時候你再把它清掉就好了 這樣OK 來吧 那就挑一個你喜歡的囉 來